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人喊咖子吧 这谁的歌啊 怎么这么好听啊 不用在电影里太可惜了 看完了这段视频 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恶意 什么鬼啊 我真的不是一个很爱演的人 其实演得最好的都是我们的演员 坐在监视机前面 遇到有趣的表演 我会比他们还疯癫 比他们还开心 然后遇到一些比较心痛的场次 当他们真情流露的时候 我也会被他们感动 有些时候可能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某些场次 他们可能会由于一些 表演经验相对比较少一点点 会把我当演员的过程里面 所有的心得 然后情郎相受 而且我真心的希望他们觉得 这么啰嗦的导演 确实对他们有帮助 目前看起来 他们应该表现都还挺不错 特别好 优秀到没有办法做你的 作为观众 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一群人 因为你只要花少许的电影票钱 就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太假喔 不要受不了喔 好冷吗 先上来暖一下 那我相信在电影院里面 他们应该可以得到最多的属于他们的掌声 好啦 导演日记 第二期 所有人都已经收工了 结果我留在这里加工 加工 加班 夜深了 我连话都说不清楚 不要了我吧 再见